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會和大家講的課題是 氣體的常習 在上一課我們討論了物質的三種形態 分別就是固態、液態和氣態 在我讀書的年代 中學是要讀七年的 在那時候的課程中 這三種物態各自有一課的篇幅去討論 但是現在中學只有六年 所以課程就要減走一些東西 於是 課程發展議會就決定把固體和液體 這兩課的內容剁掉 剩下氣體這一課的部分內容 就保留下來 那為什麼要保留氣體 而不是固體或者液體呢? 原因是氣體這個課題 在物理學的歷史上 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這一個特殊的地位是什麼呢? 在我告訴你之前 你首先要明白什麼叫做氣壓 如果有一個足球或籃球 不太夠氣 那你就會用一個泵來泵一下 泵到尾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需要很大力按 那個波才會將滴按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你按的時候 如果那個波裡面的空氣越多 那麼它就會越大力地頂回你 而這個頂回你轉頭的力 就叫做氣壓 其實任何的氣體都會不停地推到周圍的東西 你吹氣球的時候 進入氣球裡面的空氣就會把氣球撐大 對了 你煲湯煲到滾的時候 在煲裡面產生的水蒸氣都會推動煲蓋 同一時間 氣球外面的空氣都會嘗試把氣球壓扁 而煲蓋上面的空氣也會嘗試和煲蓋下面的水蒸氣抗衡 那這個就是氣壓的概念 至於這個氣壓有多強呢? 就叫做壓強 壓強的單位是帕斯卡 用符號PA來表示 一個PA是一個很小的壓強 有多小呢? 我們住在香港 周圍的空氣壓強大約是10萬個PA 如果你住在西藏的話 周圍空氣的壓強就會低一點 只有6萬個PA或以下 另外呢 如果你用壓力鍋來煮菜的話 鍋裡的壓強是可以上到20萬個PA 好了 明白了什麼叫做氣壓之後 我就可以告訴你什麼叫做熱引擎了 科學家留意到 相同體積的容器 如果裡面的氣體越多 那麼氣體的壓強就會越大 於是呢 有一個叫做拍潘的人就想到 喂 如果我有一個柱狀的容器 那麼我在裡面裝些水 然後在上面加一個活塞 當我把這些水煮滾的時候 裡面的水蒸氣就會越來越多 那麼這些水蒸氣就會撐起活塞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突然關火 然後噴一些冷水下去的話 那些水蒸氣就會冷卻變回了做水 這樣的話 容器裡面的壓強就會突然變成0 這樣容器外面的空氣就會很大力地把活塞一下就推到底 所以如果你事先把某些東西綁在活塞上面的話 那這個活塞就可以幫你拉動這塊東西了 接著有一個叫做柳科門的人聽到這個想法 就說喂 正啊 不如玩大它吧 接著他就很認真地研究拍潘的構思 製造了第一部蒸氣機 柳科門製造的這一部蒸氣機 當時主要就是用來把一些東西在礦井上面拉上來的 後來又有另一個人叫做雅特 他看著柳科門的蒸氣機就在想 喂 其實呢 我們可以把這部機改一改 這樣就可以拿它來轉動一些東西了 於是雅特就製造了另一部蒸氣機 這部蒸氣機運作的時候 是可以另一個輪不停地轉動的 有了這部蒸氣機之後 我們就終於可以坐火車了 好感動啊 先看回頭 雅特這部蒸氣機就是一個典型的熱引擎 什麼是熱引擎呢 我們來留意一下這部蒸氣機裡面的能量轉移 能量是怎樣進入蒸氣機的呢 左邊這裡有一個火 火是熱的 相比之下水是冷的 於是能量就以熱傳遞的方式進入蒸氣機了 那能量又是怎樣離開蒸氣機的呢 右邊這裡有一個輪在轉 而這個轉的輪就可以拿來推動其他的機器 例如可以推動一輛火車 這種能量離開的方式就跟物體的溫度沒有什麼關係 而是跟物體的移動速度有關 這種能量轉移的方式就叫做機械弓了 那就是熱引擎是什麼呢 熱引擎就是把熱傳遞轉換成機械弓的裝置 而在每一個熱引擎的核心部分 通常都是一個氣體來的 這個就是氣體在物理學歷史上的特殊地位 如果要把燃焦的能量轉換成對我們有用的能量形態 例如動能或電能的話 我們懂得的最有效辦法 就是透過溫度的變化來改變氣體的壓強 再利用這個氣壓來推動其他的東西 為了做到這件事 曾經就有很多科學家投放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氣體 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發電廠都仍然是用這個方法來發電 這些歷史故事考試就不用考的 但我也很想告訴你 讓你知道你讀這些來做什麼 以及這些知識跟我們的社會有什麼關係 這個故事就還沒說完 原來熱引擎有一個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的名字就叫做熱泵 那熱泵又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冷氣機和雪櫃 不過關於熱泵的故事 我們就留下單元E3才繼續說 那麼上集就先說到這裡 這一集是講故事吹水居多 現在你明白了氣體有什麼重要之後 下一集我們就開始正正經經地計算了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